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大盘今天反弹了 我们看一下 今天反弹开高走高 涨了72点 大盘经过将近10天的拉回整理之后 今天做一个反弹 我想我在几天前都跟他提醒过了 在拉回的时候你一定很紧张 很恐慌 那我跟他讲 大盘你暂时不用理他 大盘转弱转空那一天 我一定会讲 对不对 那我今天有没有跟你说 大盘转空了转弱了 没有嘛 来你看经过反弹上来 好 我们来讲股票 盈业达 盈业达今天发布一个 很大的一个利空 上个礼拜在台大去增财 到校园增财 金报 现在金报说他要大财源 才在增财 他马上要大财源 当然看到这个消息 我想投资平常做股票 一定很恐慌 也不知道怎么操作 怎么会这样呢 不是要增财而已吗 总马上又大财源 大财源当然代表 这个订单的流失 代表业务需求量没那么大嘛 当然它会造成股价的下跌 那我们看到今天是一个开低 拉上来的格局 那我们看这一段从28 跌到18反弹上来整理 上涨一段之后又拉回整理 可以说稍微有点连在这里的感觉 那我们把身材往前推 我们先回到1月份的时候 1月份的时候 1月7号 苹果日报说小米要跟英雅达一起行动 就两个要做合作就对了 当你看到小米机这么轰轰烈烈 他会跟英雅达绑在一起 那英雅达应该很有看头 但是你发现你买进去之后好像 也还好 好像也是涨不动 一月在这里 好像也是涨不动 一根红棒就没有了 对不对 盘在这里了 到底英雅达是不是我们所谓理想中的黑 你看这张图就有答案了 这是股神图 你看一下 请问这是黑马吗 不是啊 这不是三千万多的股票啊 所以你看涨势力道非常的弱 为什么 两千万多而已嘛 虽然涨啊 有啦 涨不大动 因为区域线还在空方 这种股票我不会把它当做 是我要操盘的标的 但是你看不懂你就会买进去 不管你是看筹码看新闻看报纸 看外资看融资融券不管 你会买进去现在里面 或许没有什么赔 可是你也中不到钱 这种股票我讲过 我不会把它当做 我理想中的要操作的股票 我们看完之后线 我们再看一下日线 哇 是法尼亚很沉重 有没有 所以上涨上来马上碰到法尼亚 所以我们这种股票跑不远了 所以这种股票你不要去追 你追也没有用 这不是一个漂亮格局的股票 另外一个新闻是什么 今天友达攻上涨庭 我相信今天很多人解盘 都说友达好 前阵大盘在哪回来 都跟你说友达不错 你不要放弃他 注意他的买点 你看今天马上攻涨庭板了 这些话就是你想听的 刚刚讲这些话就是你想听的 你喜欢听到友达很好 福音师在讲友达好 然后你才愿意 他讲你认同的话 你才愿意参加他 但这一名讲的话 不是你要认同的 我要讲的是正确的话 你认不认同那是你的事 你今天不认同你过几天还是认同 所以当涨的时候你就认同 跌你就不认同 散户就是这样 不然他怎么叫做散户 好 但你看到今天涨庭板 你开始认同他了 可是你忘了你前阵子的痛 对不对 那我就要问你了 你看哪一个 你看价 你一定是看价格的 因为今天涨庭 前几天你就不觉得要有的好 今天涨庭你就觉得他好 因为你看是价格嘛 新手看价 哇 那怎么是新手 为什么不是高手 新手看价 老手看量 懂没有 高手看筹码 赢家看趋势 那你告诉我你是哪一个 你一定是新手嘛 所以你又看价格 价格涨庭半 你就很好 价格拉货也你就觉得不好 所以你会永远坐不赢 所以我们这一段格局 你看跌几天 跌两个月了 跌两个半月了 今天拉一个涨庭上来 那能不能把它拉上去创限高 很简单 我对任何股票没有预设立场 让我们看看 友达是什么格局的股票 好 我就说他好 不好 我就说他不好 你看的是这个 我看的是趋势 我看趋势 趋势往下 筹码 OK 动能不足 所以三个条件里面 他只有一个条件吻合 所以这种股票 我不会碰也不会买 肩掌停板 那掌停板又怎么样 我还是不喜欢他 这种股票你早就该出了 不是现在 你早就该出了 不到现在再 涨停板少套一点点 这不对的 所以你这种股票 如果没有一个判断的原则 依据 永远就是涨你就说好 跌你就说不好 如果这么简单 股票没人会赔钱 我那涨就说好啊 涨就好啊 不是这样的 懂意思吗 群创 一样今天大涨 群创什么格局 一样啊 这个卖讯已经出现了嘛 这已经是一个 跛脚而行的股票了 有没有 一会空一会多一会空 就开始再跛脚了 对不对 开始有很多阻力出现了 阻挡的力量出现了 所以这种情形下 这种股票我是不买的 面板族群 有打一条群状 我是不会买的 今天涨停板也一样 我是不会碰他的 我还是觉得他不好 懂意思吗 为什么 来 刚刚讲过了嘛 人生苦短不喝烂酒 人生苦短不打烂仗 这是老九龄 告诉我的一个观念 老九龄在东森吴七台 专门在解释各种酒 来评估他的价值 这是老九龄 现在很多人都看过 这是我的好朋友老九龄 他有一天到我家去 他教我品酒 我教他品茶 我对茶也有一些研究 我们两个就变成了好朋友 他跟我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他说人生苦短 人生爹爹啊 不要喝烂酒 不要喝那个假酒 喝了会伤眼睛 搞不好眼睛都瞎掉了 不要喝烂酒 要喝就喝好酒 但是不要喝过量 过量对身体不好 过量忙忙 变酒驾开车撞到人就麻烦了 就要抓去关了 所以睡觉前躺在床上了 喝一小杯 没有关系 对身体有帮助 你滚整滚的 拆了 对身体会伤害 因为可能会喝醉了 所以要喝好酒 不要酗酒 这是老九龄 常常告诉我的 他说人生苦短 不喝烂酒 要就好一点 不然就不要喝 人生苦短 不打烂葬 烂葬打在里面 动弹不得 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所以友达跟群创的格局是什么 烂葬 这就是烂葬嘛 懂意思吗 卖出讯号嘛 就是烂葬 陷入泥沼了 尤達什麼格局 爛帳啦 這就是爛帳 懂得意思嗎 如果9就是爛9 這種股票 沒什麼好做的 就這麼簡單 掌停板又怎麼樣 掌停板 我還是說爛帳啊 它還不是好股票嘛 還沒有轉多嘛 來 我們看另外的 那我們看到尤達 來 那這個呢 一樣啊 你們看很多反壓在上面 那這裡出現了嗎 在這裡就出現了 所以在這裡之後 它變成一種 這個爛9 變成一種爛帳 那如果在裡面 你打打打 打了半年 哇這裡是235 現在是252 有沒有 335 252 你看這一段 跌了80塊 那你還困在這個泥沼裡面 這叫什麼 這叫爛9 這個叫爛帳 那你看得懂 你就不會陷進去了 你買這種股票要幹嘛 自己找自己麻煩 懂意思嗎 來 又來了 又是一檔爛帳 又是一檔爛9 對不對 這個呢 很多人說 華雅科很好 今天也漲了 今天小漲 那我們看這種國際 很簡單 這爛帳啊 所以你發現今天漲1塊1 而你又覺得它好了 可是你長期一看 你發現 哇你現在裡面動彈不得 已經7個月了 7個月裡面你漲不動 甚至你可能賠2成了 那你為什麼要去買這種股票 因為你看不懂啊 你看得懂你就跳 你就不會跳進去了嘛 是不是 是不是就有一種力量 他引導你喔這股票很好 EPS很高 本利比很低 然後給你限誘你跳進去 後面我相信你是善良的 沒有一個投資朋友啊 這個 這個心懷啊 這個惡意啊 其實不是的 你們都是要在其他行業賺到的錢 認真工作 賺了一點錢之後 希望能夠把這個錢變大 來買股票 那你因為聽信某些人的這個誤傳 某些人錯誤的判斷 告訴你 這個本益比很低 這個EPS很高 其實也嚴格上來說 他也沒有錯啦 因為他確實 EPS很高啊 問題是 股價不是買EPS高的 EPS高漲不動沒有用啊 但他們也不會判斷啊 他們就不懂啊 那你聽了不懂人的講的話 你當然買進去就套了喔 現在裡面動彈不得 你看這裡去年7月 現在已經3月了 再過4個月就1年了 你卡在裡面動彈不得了 這叫什麼 爛臟 爛臟喔 懂嗎 所以下次碰到這種爛臟 你就不要再陷進去了 反正要重重 不要不要再去碰了 你下次就不會再受到裡面的痛苦了 懂意思嗎 來 還有嗎 請問他是不是爛臟啊 這當然是爛臟啊 這怎麼會好呢 亂七八糟是爛臟啊 所以你不懂你就跳進去 然後又陷在裡面動彈不得了 爛臟 爛酒 人生苦短不喝爛酒 人生苦短不打爛臟 但是你不曉得你困進去 哇 天啊 你不曉得反力要重重啊 然後你又再買了對不對 這什麼 一樣爛臟啊 這就是爛臟啊 懂意思嗎 這種股票你買進去就困在那裡了 所以你下次要再換這種錯嗎 這個也不是一樣嗎 又來了又是一個爛臟又是一個爛臟 又是一個爛酒對不對 所以你看完這麼多的股票 如果你沒有買恭喜你 那如果你有買了 朋友你要想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如果有一天你買一檔股票賠了大錢 那你要想想 當時引導你去買的源頭 源頭是什麼 是誰跟你講這股票很好的 他是用什麼邏輯跟你說這股票很好的 說EPS很高嗎 還說本利比很低 還說法輪在買 還說外資在買 還說這未來會怎麼樣怎麼樣 畫一個大餅給你 還是有什麼內線交易 但最後你受傷了 你現在這句話就不要再聽了 不要信這句鬼話了 懂意思嗎 你再信進去 完了 你又再換一次錯了 所以你要想你的源頭是什麼 也有人說 他一吃一顆牛排 他賠了好幾百萬 我說怎麼一吃一顆牛排賠好幾百萬 他說他去買網品 因為網品的牛排很好吃 然後訂了位置都訂不到 所以他就去買網品了 所以400多塊就一路跌跌跌跌到269 他說他賠了很多很多錢 一檔股票 把他一生的積蓄賠掉一半 所以為什麼你會去買這股票 又來了 源頭是什麼 就是你的輕易的判斷 你的判斷的錯誤 你覺得說吃一個股票 吃一個牛排 因為等很久 因為生意很好 然後你就覺得 他股票會漲 其實沒有啊 哪有漲啊 不對嘛 所以下次你就不要再用判斷 這種判斷方式來做股票了 你不曉得他轉空 那是個爛賬 對不對 人生苦短不喝爛酒 人生苦短不打爛賬 那怎麼知道他是爛酒 他是爛賬 你這個當然看不出來啊 注意看哦 你看的是這個 我看的是這個 哎呦 真的是轉空了 這真的是爛賬 有沒有 所以你看這種股票 你去買就開始賠錢 然後你賠很多錢 很傷心 很難過 很痛苦 對不對 錢輸了當然也很痛苦 壓力很大 腳步很亂啊 夫妻常常吵架 對不對 你原來承諾的 這個承諾都跳票了 你要買一個鑽石給老婆 沒辦法買 你要帶老婆去歐洲 補度蜜月沒辦法了 你要買一支 iPhone手機給小朋友 現在沒辦法買了 就變成一個無信的人 無信之人 講話跟放屁一樣 無信的人 當然你會覺得 人家也不會尊重你啊 一個沒有信用的人 誰會尊重他 當然夫妻就適合 父母的 這 感情啊就不好 你給小朋友承諾沒有實現了 那為什麼 因為你錢輸掉了嘛 你本來這些做夢 要去實現的錢 結果你辛苦賺了錢 結果把它輸在股市了 那當然你的夢想 你的承諾就沒辦法去實現 然後就變成一個沒有信用的人 沒有信用的人 連小朋友都看不起 然後爸爸都給他騙 他不會聽你的話 就爸爸放屁了 鬼扯 對不對 所以要做一個有信用的人 想要在古巴市場來 就是要做贏 不然就不要來 來 在股市裡面會失敗到一敗塗地的人 那是因為什麼 因為他不斷重複在做錯誤的事 錯誤的事重複做 你就會賠得一屁股 懂意思嗎 之前你買股票怎麼賠的 看報紙 聽消息 聽媒體 吃不用錢的便當 看不用錢的節目 然後啊 聽不用錢的解盤節目 聽不用錢的財經訪談 亂買的 看雜誌 一本99塊買的 不要再犯了 不要再犯這些重複的錯了 再犯重複的錯 你就會有一天會一敗塗地 懂意思嗎 來 另外一個人講 或許我講這話 你還在猶豫 來 那我愛因斯坦跟你講 一遍又一遍重複做錯的事 而期待會有不同的結果 那將會精神錯亂 這全世界最聰明的男人 愛因斯坦講的 那你發現他講這話 不是跟我這話意思是一樣嗎 對不對 一遍又一遍重複做錯的事 而期待有不同的結果 那將會精神錯亂 重複做錯的事 最後怎麼樣 會在股票上失敗一敗塗地 意思是一樣的啊 是一樣的對不對 所以不要再犯同樣的錯了 你之前的錯 趕快把它改掉 不要再犯了 當然講到這裡 一定是說 那不要喝爛酒 不要打爛仗 那什麼是好酒 什麼是好賬 對不對 剛剛你看了很多爛賬 很多爛股 很多這個亂七八糟的 來 這當然都是爛賬啊對不對 都往下 這怎麼會是好酒 這怎麼會是好賬對不對 當然你看了很多股票 你會覺得說奇怪 這個是爛賬 那你就會納問 那什麼是好賬 對不對 什麼是好股 這都是爛賬啊 那好的股票好的賬在哪裡 這裡啊 好的股票會漲就這種架構啊 你看到沒有 它就是這種格局啊 就三線翻多啊 那不會漲的股票 它就是這樣啊 它上面很多反例 它資理破碎啊 現行資理破碎 一會翻多 一會翻空 一會翻多 然後就很多賣信出現了 所以這次亂九 這次亂贈 這個呢 這就是好久 這就好賬啊 你下次打這種賬就好了 你就會贏了嘛 懂意思嗎 還有沒有 有啊 這什麼 這是好久 這是好賬啊 有沒有 哇 三線翻多之後開始狂奔 有沒有 一不小心就漲了三倍了 有沒有 頭邊喔 日線翻多也要看周線了 有沒有 周線也翻多了 你看這裡 不大會漲 這裡會噴出 因為這裡三線翻多了 所以你看這樣一小段喔 這樣一小段就三倍了 所以你說古白書有沒有機會 有 但是你那個方法要把它找到 找到這個方法 人生就不一樣了 來 我的座右銘 分享給大家做參考 這是張以銘的座右銘 只要找到對的方法 人生的夢想都可以實現 千萬不要灰心 對的方法找到了 你所有想要得到了 在古白書你都有機會得到 我們今天的廣告 再回到現場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上盒讓電視有無限可能 現在申請 還有數位機上盒免費優惠喔 數位超依庭 生活更happy 大與國際投庫 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是我們的理念 幫您避開投資限期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 助你迈向财富人生 智库专线 02-2500-6999 02-2500-6999 大宇国际投库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 助你迈向财富人生 智库专线 02-2500-6999 02-2500-6999 币潭山水 在门外天天上映 新店捡运 在身边来回穿梭 澳洲PTW国际团队 将游艇变建筑 地潭水岸 捷运景观宅 双水欢 二九一三 一三三三 好 常常有人会问一些问题 比如说 是不是说站上基线 跌了很久 然后站上基线就可以买 这个理论绝对是错的 我们看一下 应该打 跌很久 站上基线然后就可以买 你说这个好像也没有错 站上基线可以买 确实有涨一小段 虽然涨很不灵力 站上基线好像就是可以买 好像也没到多大的错 投票你会这样认为 那你看下一档好了 跌了很久 有哦 从170跌到90几块 跌了半年 站上基线就可以买 哇 打回来 站上基线就可以买 哇 又打回来 站上基线就可以买 好像不是呢 投票那你看这个源头在哪里 这源头在这里 不在这里 你不错这一两小段而已 那你跟高档你懂不懂得避开 这里还是小问题哦 那这里要不要避开 这段是跌34%呢 投票那你知道这里转空了吗 这才是大问题 不是在这里跟你斟酌 这个沾上基线也有没有涨 它就有没有跌回来 那都还小钱 重点是在这里也不要搞错了 你这里没有避开 你这段就完蛋了 那这段怎么看 你看到了吗 哇 夭壽 这怎么法尼亚这么沉重啊 所以当你看完一档股票 法尼亚这么沉重 你还会去买吗 我是不会去买啦 我是绝对不会去买啦 但是很多人都会去买 我知道啊 因为他们不懂这句话 人生苦短不喝烂酒 人生苦短不打烂仗 懂意思吗 那如果你陷进去了 完蛋了 三四成就是你赔的 还有没有 我再举例好了 是不是站上肌线就可以买 跌很深 站上肌线就可以买 哇 打回来 站上肌线站上肌线 哇 又打回来 站上肌线就可以买吗 谁说的啊 谁说的啊 鬼扯对不对 谁跟你说站上肌线就可以买 哦 这源头在这里 不在这里 哇 这早就转空 这种股票你不能碰啦 懂意思吗 这个好像都跌不多 那我跟你看多了 跌很多的 来 你看它跌78%过程里面 你知道几次站上肌线吗 我算给你看好了 这一段跌了三年来 来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还没有 太多了 七次 八次 九次 十次 十次 十一 十二 十三 你看来 告诉我 最后呢 头币 你怎么买 怎么套 怎么买 怎么赔 是谁跟你说站上肌线就可以买 谁说的啊 那如果你这样想 头币这一段就是你赔的 这一段就是你赔的 懂意思吗 这一段78%就是你赔的嘛 你会买十几次啊 你看你让那么多钱嘛 这绝对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这一段可不可以买 不行 你懂了嘛 怎么买怎么赔 来 这一段就这一段了 一样哦 就这一段 你告诉我可不可以买 高档转空之后就不用讲了 翻空 到了这里 还是空啊 还是卖讯啊 还是继续翻空 到了这里 这一段已经跌78%了 看到吗 这里翻多 下面没有翻多嘛 所以继续跌哦 卖出去要出现继续跌 所以这一段跌78%都不能碰 懂吗 到了这里才开始可以买 9块7以上才可以买 有没有 一小段上来了 有没有 你买这段至少你不会赔 因为9块7现在将于12块了 你不会赔钱了 已经涨两成了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不要听人家乱讲 我这样一比就把它比下去了 那鬼扯你就知道了 所以今天一定很多人说 哦 有达可以买 因为有达涨了嘛 对不对 别的时候跟你说不能买 涨的时候跟你说可以买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有达可不可以买 又没有翻多你怎么买 群状可不可以买 又没有翻多你怎么买 懂意思吗 这都不是安全的买点 这种股票我都不会买 我一直都掌握这个原则 他没有成全一个三线泛多价格 我就不会买 懂意思吗 来 当然现在来你一定很关心 怎么样找到好的股票 找到标股 来我来教你 黑马连连柳全场都来找 那你凭什么找到 第一个 第二个你找到你能起得住吗 懂没有 这两个要搞懂 这两个都很重要 你不要说你找到黑马 只有赚两块你就跑了 那你有什么用 那你跟其他股票不是一样 你何必找黑马 黑马就是要长很多了嘛 长一倍长两倍的 那你找到他之后 你要起得住哦 这两个一样重要哦 那我们说找黑马 第一步需要先看哪些不是黑马 尤其是白马要把它跳出来 这是黑马 这当然不是啊 这是白马 这怎么可能是黑马 黑马长什么样子 这叫黑马 这叫白马 对不对 这叫白马 这叫黑马 那如果黑白分不清楚 这个就黑白马叫做斑马 斑马叫做黑白马 就是乱买的意思 懂意思吗 你就把斑马看成黑白马 把它看成黑马 把它看成白马都有可能 到最后变成黑白马 也乱掉了 搞不清楚了 所以哪些是白马搞出来 搞清楚哦 来 比如说如果有一天 时间103年10月1号 你会觉得这是黑马吗 不是啊 它上线转空 它怎么可能是黑马 但是它会不断的花力多哦 跟你说营收创新高5000亿哦 最后呢 股价展不动了 拍谁啊 就创新高也没用 营收创新高也没有用 最后呢 骨架跌乱七八糟 跌的乱七八糟了 跌两成的 跌很深才跟你说 哎呀 我们现在营收开始衰退了 但是这些赔的要算谁的 头边哦 你看他营收创新高去买了 最后呢 你赔了两成之后 他跟你说我们营收衰退了 请问这谁那算谁的 头边哦 算投资没有您的 跟红海是没有关系 他又没有叫你去买 他就跟你说营收创新高而已 所以不要看到营收创新高去买 那这段就是你赔的 懂意思吗 来 请问这段格局叫什么 这叫空头格局啦 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讲了 来 哦 这叫多头格局 所以如果你买的股票 是这种格局的股票 你就会很安心很快乐很轻松 懂意思吗 要记得哦 这叫多头格局股票 空头格局不要不要去买 这叫多头格局的股票 来 这个呢 涨三倍多 这一定多头嘛 不然怎么会涨三倍 那你看涨三倍的架构是什么 他呈现这种架构呢 很漂亮哦 有没有 都是三线翻多的格局 周线 一样啊 周线这一段就涨三倍了 为什么 这里三块多嘛 这里是十六块 哦 有没有 这一小段而已 它呈现是这样的架构 看懂吗 所以你要买股票 要买来这种股票 买这种股票 这种股票找得到 一倍两倍三倍你都有机会赚到 懂意思吗 像这样就三倍了 来 这个呢 哦 这个也三倍了 这里 二十几块 这里已经62了 今天就创新高 有没有 哦 水哦 中间只有一个卖讯 但是因为曲线很强 所以没有死 过两个礼拜又出现买讯 又一波上来 所以我们说标股的形态 你把它看得懂 下一次看到这种模式 你就知道哦 这是标股 这是OK的 你就不会怕了 那你不会怕你吸得住 你就有机会赚好几倍 懂意思吗 还有吗 这个也是啊 你看这一路都没有卖讯 都是买讯 有哦 不要涨上去说我没跟你讲哦 来 这个呢 大跌一波之后来到这里 慢慢出现买金讯 他翻多了哦 这都是漂亮的股票哦 懂意思吗 所以不用去怀疑他哦 哦呦 这一段就盘整格局 盘到这里三线再翻多 哦 这已经翻多了哦 有没有 当然你跟我说 那什么时候要跑 大涨一倍多 来现在什么格局 卖讯卖讯卖讯三线转控 这个就是要跑了 这就是你要先出涨一半 懂意思吗 转软一倍之后 出现这种情形就是要跑了 那如果没有 你就乖乖的给他抱着 懂意思吗 当然你问说那还有没有 如果现在要进场的 这个投资朋友 还有没有这样的股票可以买 请问这高档还是低档你告诉我 这是跌很深 刚刚要涨而已 还是已经涨很高了 你不敢追了 这跌很深啊 刚刚要涨而已啊 有什么我怕的 懂意思吗 这种股票不要多了 涨到这里就一倍了 涨到这里可能就两倍了 所以刚刚要发动而已 跌两三年刚刚要发动而已 这就是你要进场的股票 这些股票今天传承稿都会写 会员不用问传承稿会写 懂意思吗 有 这就是我要带你买的股票 这个也是啊 大跌两三年了 哦 来到这里终于三千帆多了 这就是我要带你买的股票 这会涨很多吗 还好吧 这应该算很低吧 对不对 投资朋友还有吗 有啊 你看 跌这么深了 来到这里 哇 三千帆子翻多漂亮了哦 有没有一直出现买进讯号了哦 刚刚这三档股票 就是我即将要带各位陆续进场的股票 投资朋友 所以有机会 掌握这些股票 我相信你过去数小钱 就有机会把你赢回来 来 我的座位名 只要找到对的方法 所有人生的梦想都可以实现 我一样把这句话送给大家 找到对的方法 股票市场也一样 找到对的方法 所有人生的梦想都可以实现 我们进到这里 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 大宇国际投顾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 祝你迈向 祝你迈向财富人生 致富专线 02-2500-6999 02-2500-6999 大宇国际投资 大宇国际投顾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 祝你迈向 财富人生 致富专线 02-2500 自财富专线 自财富专线 自财富专线